哈囉各位好 再來我要跟各位分享 波子 這個已經拿會 禁養應該要兩天了啦 那一次分享到現在 OK 那我要分享 餵食的部分 之前齁 我跟各位說一下齁像我這樣的市場環境 其實 影片有很多啦 對很多 大家相信各位應該 應該是有沒有特別注意到我是不曉得 你有沒有看到我飼養盒裡面 我分享了從來沒有去用 海綿這種東西 對 原因很簡單 我只要講一件事情就好其他的 就讓各位再去思考就好 海綿容易滋生細菌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其他的 各位可以去 搜尋 我會講說為什麼 我不用海綿的原因 這就是我的經驗 好不好 對還有另外一個 之前網友 蛙友有提到說 那如果你乾癢的方式 好 當然 下班之後幫挖寶 好 附近噴一噴 讓它保濕一下 那如果你要出遠門怎麼辦 一樣啊 也是沒有變啊 你可以用一盆水嘛 各位記得嗎 我說你要乾就乾 要吃就吃 不要 這整個附近都是水 不然你的水 就是在這個 曬台的部分 用一半就好了 你最起碼讓它有 可以躲 躲它自己尿毒的地方 好不好 對啊 如果你的網友喜歡泡水的話 嘿 對 你就有這個疑慮了 你可能出去個兩三天 出差 四五天 你看它回來 它吸收它自己的尿毒 就多少了 對不對 所以我說 盡可能你的環境 環境如果是這樣子 或者是 用鋼的 你就像我這樣 用一盆水就好了 好不好 這樣應該不會很難啊 OK 好 它現在在緊張 因為它跟我不熟 呵呵呵 沒關係啊 吃貨 通常吃貨 一吃之後它就認識你了 看到沒有 對啊 通常吃貨 它只要知道吃 它管它主人是誰 又只是 波子 哈囉 各位有沒有看到 其實你要 多學我的一些小技巧 好不好 你不要一開始 就想要讓你的蛙吃到東西 你都跟它互動啊 有什麼關係 又不急 這樣才是 吃養蛙的樂趣啊 對不對 你看喔 它這樣的大小 我知道它還至少還可以吃個四五顆的海蜂 但是我就是 這樣就好了 好不好 等一下 我忘了做一個動作 雖然剛剛有清洗了一下 我這個海蜂我都有在加益生菌喔 好 鬼 哈哈哈哈 各位剛好看到喔 哈哈 喔 笑死我了 好 我們換下一隻 換下一隻 這隻我們 想到 特別像我們家柚子 這隻 這隻 也很紅耶 哇 所以一開始 嗚嗚嗚嗚嗚 嘈嘈嘈嘩 嘈嘚嘩 嘚嘚嘚嘚閲 超像我們家柚子有沒有 不用滾的好了 讓他自己感覺 可愛吧 有沒有很可愛 你要叫什麼 你的主人未來要叫你什麼 包泡 這隻好像有大了一點點 跟我們家柚子差不多 很可愛齁 有沒有超可愛的 好一樣 看這隻有大一點,我再給他一顆好了 哎呦嚇我一跳 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 好,我們換下一隻啊 好 各位看齁 其實我動作都很快 有的細節我就沒有拍了 我餵完一隻齁 盡可能我都會再把 繪食器齁,再插過 對,再給下一隻吃 哈囉 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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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很棒 嘍 嘍 這個其他的思量不太小 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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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柚子是真的實在是 還蠻值得收藏的啦 對啊 嘍 好啦,你的意思是跟我講說 好啦,你賣了 噢 不是賣了啦 呵呵,兩顆都吃掉了 OK 跟各位分享齁 這個就是波子 下骨穴蛙 OK 幫他噴個 這個我稀釋過的齁 抗菌 OK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